炒香之后,马铃薯放下去,天辈也放下去 切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道 下饭又下酒的菜肴 香辣马铃薯炒天辈 那么天辈呢,通常我们都是会在马来当看到的 在中餐里就比较少出现 其实天辈啊,它是用黄豆来发酵成的 它有丰富的钙质,丰富的蛋白质 还可以预防停血 那今天我们的材料除了天辈呢 我们还有马铃薯,一粒的大虫 一根的紫天椒,红辣椒 一根的虫,跟一粒的鸡仔的 首先我们就把天辈打开 然后切成一片片 不要太薄 马铃薯呢,我们就把它切成薯条这样的形状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之后呢,我们给点大虫丝 把红辣椒切成条状的 这个红辣椒呢,我们就切幼一点 鸡仔,开一半 葱切成段 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之后呢,我们就准备一锅适量的油 OK,油足够热之后呢,我们就先放天辈下去炸一炸 然后把天辈都炸至金黄色之后呢,就捞起来 接下来把马铃薯也放下去炸 好,这里我们开大火炸,炸到金黄色就可以起了 主要是给它炸熟就可以了 好,上色了就可以起了 好,起上来之后呢,我们就马上把配料放下去炒 炒香 炒香之后,马铃薯放下去,天辈也放下去 之后呢,我们就加入这一个AP的抹豆草,两汤汁 再炒均匀 过香 切 再把我们的鸡仔排上去 好,一到下酒又下饭的菜肴完成 那么这道菜呢,今天我只用了一种的调味料 AP抹豆草一直在手,完成所有 喜欢这道菜的,记得把它分享出去,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